打人本來就不對啊 我沒有說打人是對的啊 然後一直出言挑釁 到最後我忍不住 我再強調我沒有說打人是對的 但是 如果你到我的 一母三分地 還是這樣 語帶挑釁的話 那其實 基本上 你就是沒事找事嘛 你就是來找查的嘛 換句話講 古人有教過我們 忍無可忍無需再忍 我不忍啦 不管你是天皇老子 不管 今天怎麼樣 我一再忍耐 你在踩著我頭上 用力踩我的臉 那我要忍什麼 如果 看完整段直播還覺得 我不對了 我也麻煩你退群組 到不同不相為謀 打人本來就不對啊 我沒有說打人是對的啊 我一直都這樣說 如果你仔細看這段直播的話 他到我店裡面用餐 然後我全程招待 對小朋友 對小朋友 對他太太也是溫和有禮貌 然後一直出言挑釁 到最後我忍不住 我再強調我沒有說打人是對的 但是 如果你到我的 一母三分地 還是這樣 語帶挑釁的話 那其實 基本上 你就是沒事找事嘛 你就是來找茶的嘛 換句話講 古人有教過我們 忍無可忍無需再忍 我不忍啦 不管你是天皇老子 不管 今天怎麼樣 我一再忍耐 你在踩著我頭上 用力踩我的臉 那我要忍什麼 如果 看完整段直播 還覺得我不對了 我也麻煩你退群組 道不同不相為謀 我沒有很厲害 我跟志同道合的人講話就可以了 如果你看不慣我 那也拜託你 就是離開這個群組 謝謝 我非常感謝你們的陪伴 還會講說 東西好不好吃 見仁見智 那我們之間應該也沒什麼話好講 看我節目這麼久 如果 還會認同 把 所有的店家 當作 應該服侍你 應該百分之百符合 你的口味 不能容忍 事事缺失的話 但我覺得 我們也不是同路人 我常講包容包容 什麼叫包容 你去吃飯 應該七成的店家都不如你意吧 好吃的只有兩三成吧 但是除了服務態度非常差以外 你會這樣子很尖銳的去批評對方嗎 我跟你們說 如果你們覺得 這樣子還不到惡意批評的話 那我也不知道什麼叫惡意批評 一般 我們華人 就泛指講中文的人 如果我們遇到一間店 不如我們的所益 其實我們大概都是鼻子摸摸的 然後就下次不要再來嘛 除非說 東西真的超難吃 然後服務又超級不好 但是 TOYS這樣的評論 其實我個人認為 這是為了挑剔而挑剔 如果他今天做的是餐飲業 他會這樣對自己嗎 而且 我說真的 已經一再忍耐了 他帶小孩子來 然後我也覺得 他或許不是來踢場的 但他講話的每一字每一句 其實都非常的尖銳 東西 我請 如果你覺得 不合你意的話 有小孩子在場 然後也招待小孩子到購 他女兒跟我女兒才差一歲 我也覺得他女兒很可愛 但是 真的不需要這樣子去面對一個店家 批評到人家體無完膚 你講人家好的 可能只有一分 講人家不好的有99分 說真的 用這樣的語氣 我覺得我個人不是很能接受 那你都語帶挑釁 又勤猛打猴 你覺得我家的東西不好吃 你不要來拍就好了 我也以理相待了 也不讓你買單了 就出去 門口還要講一些有的沒有的